等紅燈路口停滿汽機車 其中兩台機車正緩緩從外側騎過來 下一秒後方的紅色轎車卻突然爆衝 來啊來啊來啊 一連撞倒兩台機車後 再橫掃等紅燈汽車 接著撞向路邊車格 直接衝入了家具電騎樓 照是轎車轉了一百八十度才停下 尤其是當場噴飛摔在地一下的 趕緊爬起來躲到一旁 實在好慘 遭遭的自小客車 有的車屁股全毀 擋風玻璃碎裂甚至整片霉了 肇事轎車則是安全氣囊爆開 零件物品四散一地 駕駛還一度受困車內 他就是完全卡在裡面啊 然後那個家具行老闆 就請我幫忙把他拉出來 把他拉到副駕駛座這樣 二十四號早上十一點多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北路上 發生連環車禍 爆衝轎車一共撞毀了七部汽車 兩部機車造成六人受傷 一個屬於類似汽胸 一個是大腿骨折 他直速很快 非常快 對 他完全應該是沒有剎車吧 直接撞上來 幾項人員急忙到場 將傷者送醫 並儘速脫掉現場車輛 維持交通通常 因剎車失靈 追撞前方行駛的機車 及停等紅燈車輛 該起事故造成六人受傷 疑似因為剎車失靈 造成轎車失控爆衝 幸好沒有嚴重傷亡 警方將繼續調查事故原因 但驚悚畫面曝光 已經讓受害的汽機車車主們飽受驚魂 三訊王少宇 戴尾城 王家狠 台南 創暴動